今天是2021年7月28日 我是石岸代表美国莱斯大学休斯顿亚裔档案馆 采访艺术家齐丽涛女士 很感谢您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齐女士 你好石小姐 非常高兴接受你采访 谢谢 以我们从您最早的存在开始 您能告诉我们一下 哪里和什么时间出生呢 我是在河北承德宽城县的一个小村 应该是一个小镇 小镇出生 1970年 能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吗 我的家乡是一个 如果要是说按祖籍的话 那个是我的第二的家乡 因为我的祖籍应该是在山东 是我在我爸爸爷爷的那一辈就是从山东逃荒到河北 然后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爸爸妈妈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分配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是学序幕的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山区来发展他们的事业 那个时候说广阔农村大有作为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最山沟的地方 然后我们家里一共六个孩子 全部是出生在这个地区 您能介绍一下您成长的街道什么样的 街坊都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成长过程中有跟他们什么互动吗 小的时候因为我是排行 在家排行第三嘛 姐姐两个姐姐 我和两个姐姐就是相互之间每个差三岁 所以说对于父母来讲 可能是孩子就比较多他们每天还有工作 但是并没有幼儿园 我们都是送到老乡家 可能我的到来呢 家里就没有人照顾 然后我大概是断奶的时候 一岁多吧 就送到奶的家 然后又送到姥姥家 大概是五岁的时候才回到父母身边 印象当中呢 就是周围都是山嘛 就是每天 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 所以每天都是满山遍野地跑 跟着大孩子 到处的跑上山 下河 然后掏鸟窝 去抓鱼 然后还有大部分的时间是自己 自己玩 因为周围可以玩的地方很多 然后呢 就是周围的老乡呢 就是我们因为父母 就是因为工作的盐运 会经常搬家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老乡 就是都会住在老乡家 但是对于我小时候的成长呢 就是因为属于一个 当时是属于吃商品粮的 所以跟当地的小朋友 他们会 会牺牲嘛 然后所以小的时候 会他们会欺负我 但是所以就养成了一个 一个性格就是 不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反抗 但内心里是一个反抗的 然后是一个打挂不平的那种性格 然后呢 就是后来家搬到我父母的 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农场 会养鸡啊 养猪啊 然后会有菜地啊 它是负责权限或者是地区 一部分的副食的那种供应 所以 在那个地方呢 因为那个环境比较自由 然后场地也比较大 我们会 就更是漫山遍野的去玩 但那个时候就是跟小朋友 接触的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玩 后面就是 就是我家的后面就是山 几乎是 除了冬天之外 每天放学都是去山上玩 然后每天回家的时候 那个嘴都是绿色的 因为山上有好多野菜啊 野果啊 然后那些东西吃 所以说 小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那种 自由开心 然后 但是跟人接触的比较少 因为 不是当地的人嘛 跟小朋友 最多就是上学的时候 在一起玩 然后就是放假呀 或者是 平时放学的时候 偶尔 因为姐姐 两个姐姐都大了 他们会有他们的事 不会跟我玩 然后弟弟妹妹又小 所以我基本上属于 就是自我成长的阶段 但是我觉得 这种自我成长的阶段 对于我以后的这种性格的 养成和我人的这种 人生观的这个 形成呢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 我跟大自然接触嘛 大自然就是一个 特别真实的 一个 如果是个朋友的话 就是一个特别真实 又包容的一个朋友 他不会欺骗我 然后呢 我也不会欺骗他 我们两个之间就是很直接 我也不算是朋友 我是他 我是大自然里边的 就像一棵树啊 一条鱼啊 一只小鸟一样 我在里边特别快乐地 寻找自己的这种 这种兴趣 所以 我的性格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基本上就是 非常非常的那种 害怕那种虚伪 然后害怕的那种 那种 内心的那种勾心斗角 我就喜欢真实 我不喜欢虚假的东西 所以呢 这也对我以后的 这个艺术方面的 这种追求呢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那我 我认为我要是做什么事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后面的这支撑的这些东西弄明白 当时只是懵懵懂懂 但是我 我就是 就是这样做什么 我一定要把这事弄明白 哦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然后我还 我才会接着去做 对话 会话来讲也是这样 那您能介绍一下 除了山上的野果野菜 您儿时经常吃哪些食物呢 有没有一些菜谱 也可以分享一下呢 因为每个地方 对那个野菜的叫法都不一样 我们那比如说婆婆丁 婆婆丁就是现在说的蒲公英 然后还有是羊妈妈 羊妈妈就是 就是山上的一种 就是长的那个形状像摇耳朵一样的 那个那个菜 然后揪起来呢 会有白色的像奶一样的东西 冒出来 枝叶冒出来 然后吃起来 吃到嘴里是那种甜甜的 然后还有什么 起码菜呀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人心菜呀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菜 还有椰枣 还有那个山馅 反正就是只要到山上 对 秋天的时候 还有那种小红的那种果子 就是酸酸的那种 我们那叫山精蜜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叫什么 一种红红的特别酸酸的那种 可吃的东西特别多 到处都有吃的东西 家里平时会做些什么菜呢 是在 是现在吗 就是在过去 在成德的时候 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因为在那个时候 就是交通各方面都不发达嘛 所以说冬天的时候 就是土豆 萝卜大白菜 就是这样 然后剩下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冬天之外 因为我们在农村嘛 所以可吃的东西就特别多 农民也会种一些东西 然后实际上在农村 就是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特别的 就没有隔阂 没有距离 就是你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个村子里 任何一家人推门就去 然后他们家有什么吃的呢 他就会给你吃 然后他们家有什么东西呢 他也会给你 所以就是我和人之间的 就是这个 这种经历呢 就是也影响到我长大 就我和人之间 好像没有什么防备之心 基本上就是 我对所有人 就是如果没有接触之前 我对所有人都会很好 而且都会十分的相近 然后 只是在接触之后 到后一开始呢 就是有的时候感觉 接触这些人不舒服呢 可能我也会忍让 就不会说什么 但是慢慢长大之后 可能这种就是 就会有一定的选择 但是我就觉得 信任人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 我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去防着谁 那有觉得不合适的呢 不舒服的人 我就可以远离他 我也没有不要 事先先让自己的心 很紧张的那样去防着任何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好 我我觉得人都很好 然后我用我的真诚去接触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多 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原生家庭吗 就是您的父母那一辈 和在上面一辈 如果您有意思的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爸爸他们那一辈 就是我爸爸的爷爷的那一辈 是因为当时在山东那边闹饥荒嘛 然后他们爷爷的那哥三个人 然后挑着担子 从山东那边淘蛋到唐山 然后就开始在当地开支散业 因为他们都很勤劳 而且就是家里的那个男的那种 劳动力比较多 然后又很节俭 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有大房子大地的都有 然后呢 我奶奶也是一个特别 特别心地善良的人 他经常会 因为邻居 我爸爸说邻居一家 也是有几个 就都是男孩也是 但是他们基本上 就是每天就会蹲在太阳底下晒太阳 就是不是太爱干活 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也不好 奶奶会经常隔着篱笆 就是会递给他们点吃的东西 比如说递点米啊 递点菜啊 递点肉啊 什么的 经常会接激他们 然后 奶奶家的兄弟姐妹呢 大概是有五个儿子 他们家有五个儿子 就是我有三个大爷 一个叔叔 然后我爸是行四 然后爸爸呢 是当时是长得很帅 然后很小的时候很可爱 他的奶奶特别特别地喜欢他 然后呢 就是我的爷爷呢 也很喜欢他 就说 就觉得我爸爸就是很聪明 然后是一个 就是一个搞 搞学问的人 所以他从小就培养我爸爸 叫他就是上师师储啊 学毛笔字啊 什么的这些 但是爷爷在解放前夕呢 因为给那个 八路坚拉过那个 偷着运过弹药 当地有一条特别大的河 在蓝河 是冬天的时候 他在这个运送弹药的时候呢 这个马车卡到冰窟窿里了 掉到冰窟窿里了 他又不能声张 所以他在 他就自己一个人 下到冰冷的水 冰河里头 把这个弹药一箱箱抬上来 然后再把马车赶上来 所以就因为这件事呢 他就中了疯狂 然后最后得了肺病 很严重的肺病 最后也是因为肺病去世的 所以爷爷去世之后呢 这个爷爷去世之前 曾经交代过 就是跟奶奶交代过 说老四也就是我爸爸 说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以后一定要让他上学 但是爷爷没了之后呢 然后就是因为大爷 就三个大爷嘛 他们家都成家了 就是每个人都会 顾自己的小家 也会管着大家 所以爸爸就属于 就属于没有人管的状态 所以他上学 他说他上那个时候 后来上学的钱 全部都是去卖菜的时候 偷偷地留下一点 他才有上学的钱 然后他后来 爸爸小的时候 画画就比较好 他那个还考过那个天津美院 然后还考上了 但是因为后来学校缩编 然后就又被 就是又被那个什么 就弄下来 但是爸爸手都特别翘 我小时候我就觉得 我爸爸是个超人 什么都会干 什么家里的给我们做衣服啊 做鞋底啊 踩佛人机啊 然后修一个东西啊 打家具啊 修自行车啊 修手表啊 我爸爸就无所不能 小的时候我就觉得 但是呢 我爸爸喜欢男孩 因为他们家的传统就是 就是他还是那个老思想 就是就觉得 他一定要有儿子 所以对这个女孩们 就对姑娘们 实际上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好 也小时候我就觉得 我爸爸是个超人 我特别爱他 特别喜欢他 但是我就特别怕他 因为他 他对我们很厉害 然后 您的父母在您的成长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父母在我的成长当中 就是管我吃喝 有一个家的那种角色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工作也很忙嘛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 而且都负责的很 很多 而且爸爸还不在 基本上就是他们俩还不在一个地方 不在一个地方工作 如果离得远的话呢 他可能一周回来一次 就是如果是 就是他工作不太远的话 他可能每天会骑自行车 就是来回来去 但是可能就会 就是差 就是距离很远 骑自行车来讲 一个十公里 或者是二十五米 就已经很远了 所以说爸爸 基本上就属于 回来打我们的角色 就是我们平时在家 干什么坏事了 回来爸爸也听 然后我们被揍一顿的那种角色 但是我小的时候 比较那个 比较机灵 不像我二姐 就是打死也不动地发那种 所以我呢 基本上看药挨揍了 我就会跑 我姐 我二姐就属于那种 打死也不动地 嘴也不停 所以经常挨揍 然后我妈妈就是 就是护着这些孩子吧 也没有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的时候 家里头 就像爸爸的那种 那种家庭 实际到后来也没有什么爱 不知道怎么爱孩子 没有得到个爱 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爱孩子 妈妈也是 妈妈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奶奶 就是姥姥 老了死的早 然后呢 二舅就是家里的 家里的这个家长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他们都小 他们就是 二舅结婚早 舅妈就是 舅舅和舅妈就是 来在支撑这个家 所以呢 他们也还有 舅舅还有五个孩子 所以这些 他们这些兄弟姐妹们 就实际上就是生活也很苦 也没有人管 所以说他们小的时候 没有得到过爱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爱我们 除了就是不要让我们动着 别让我们饿着 然后其他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懂 比如说他想关心你 他也会用一种 一种特别 就是 就是 迅速的那种口吻 然后去关心你 就是 你不要臭美啊 你赶紧的去穿上 你赶紧多穿一点 因为就是 就是这种 就属于 就属于这种 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在这种 环境下 长大的 那我就觉得 可能就是 如果是在这个家庭当中 缺少爸爸的那种 那种爱的话 对将来 尤其是女孩的那种 性格里是会有影响 我们会有一种自卑感 就是我和我的姐姐 尤其是这几个姐姐 小的时候 他们 我妹妹就说 他们小嘛 可能还没有 但是也有 就是 我们都是很自卑 就感觉 就是害怕 就首先我小的时候 被送到姥姥奶奶家 我就觉得我害怕 别人丢弃 害怕 害怕别人不高兴 就会看人的脸色 然后 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这个 这些东西呢 会影响我将来 对 对家庭 爱情和 那婚姻 都是有巨大的影响 但事实也是 也是这样 就是看我家 有 五个闺女 五个女儿 一个个长得都很漂亮 我是家里长得 最不好看的 那一个 他们都比我个高 而且都 就是我大姐 是一米七姐 然后二姐是 反正都是 一米六八以上 我是一米六七 我是家里最矮的 都是很 很漂亮 但是 但是选择的婚姻 都是很一般 因为都是觉得 都是有一种自卑感嘛 然后就觉得 稍微有一个人 稍稍 有一个男的 稍稍对你好一点 你就觉得 他对我可真好 所以说 基本上 大家 嫁了 都是这种状况 所以最后 婚姻失败了 也失败的 也是很多的 就是我 我大姐 我和 我妹妹 就是家里的 一半的那种婚姻 是出现问题了 您父母 即使他们在可能爱方面给予的 相对来说 不那么充足 给您的教育和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诚实啊 我就记得 我干活的时候嘛 帮我妈妈烧火 然后 点火嘛 然后我妈说了一句 就是说 果心要虚 人心要实 这个 我那时候 几岁嘛 我能够记得 这个 就是这 就是这种的 言传身教吧 因为他们对人也很好 他们也很 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 都是特别歇眼又好 又实在 那种 那种人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就是内心很干净 所以我们也是很干净 干净的什么都没有 很天然 就是很天然绿色的 绿色的一个人 所以您是60年代出生的 您的父母应该有经历过文革是吗 他们有提过任何 对文革中经历的事情吗 实际上 对文革这件事情呢 父母那一段 那辈人 他是 我就觉得他们那辈人 因为经过了那个 他们不爱说这件事情 首先呢 是一个特别不快乐 不快乐的一个经历 特别痛苦的一个经历 其次呢 因为那个时候 就被打压的那种习惯 就不想说这些事情 怕破从口出 不想跟我们说什么 但是呢就是 从后来 我就是因为我对这方面 还是 还是比较有意识的 因为我 我总觉得有些事情 对我来说 我心里 心里会不太舒服 比如说 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听 听那个 姐姐姐姐说 妈妈说 说那个小时候 那个时候 爸爸被打倒了 然后戴着那个高帽子 在游街示众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我的二姐 大概是个两三岁 刚会走 刚会说话 然后一个游行队伍 压着我爸爸过来了 大家伙一边走 一边喊 达到祈求辰 然后我姐姐 就站在旁边 那土堆上 也在那一边玩 一边举手喊 达到祈求辰 这个场景 就是一直在我的 那个脑海里 就是回路不去 当时呢 大家 或者是我妈妈讲也好 还是我姐姐讲也好 都是属于一种 就觉得很调侃 或者是 觉得很有意思的那种 就是像笑话一样 讲给我听 但是 对于我来说 我就感觉 心里特别难过 所以对这方面呢 我也就是 比较在意 我会时不长的 真的不注意的 有的时候说 有的时候问他不说 有的时候他会 他会说 那比如说 那个时候 因为 就是 就是我们 父辈那一辈嘛 就是大爷 就是家里头 就是 就是家里头 过得比较好嘛 就像乡绅一样那种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也 不会参政 一个老老实实的老实人 老实巴交的 就是干活 然后卖菜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是赚一点钱 然后维持家里的那种生活 但是呢 在当地来说呢 应该家里头 还算是比较好的 家庭比较好 所以就像现在一样 比如谁 谁做的比较好 你会推举他 当一个什么 管理村里的 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角色 好 他也特别 特别老实 又特别勤劳 然后基本上也 也不太爱说话 但是那个时候 就给他安了一个 叫什么 宝掌 甲掌还是宝掌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但是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事 可能偶尔 比如说 像现在传达个文件呢 或者是 下面有什么东西 要需要 这个 这个村里头 有一个人具体来接一下 可能就是这种事情 别的 应该也没有什么事 村里 一个小村里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事情 但是呢 这件事呢 就是解放之后 在文革的时候 就成了他一个罪 那在那个 就是在文革的时候 他就被抓起来 然后被批斗 而且那帮人特别残忍 他们打我 打我大爷 然后我不知道你 因为你年龄小 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穿鞋都是做的嘛 然后就是大鞋底的那个锥子 你有没有见过 没有啊 就是比那个针粗 就是很 就像车夫条 就比车夫条 细点的那种针 然后是尖的 然后尖 就是在尖上 地方呢 就他会弄一个钩 就是把这个锥子 扎到鞋那边 然后把那个线带回来 用那个钩子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锥子 绑在他们的手上 打我爷 打我大爷 就是每次打的时候 要扎一下 出来还要带一丝肉出来 我爸爸 跟我说 跟我说 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听着都很疼 所以这些事呢 都会留在我的脑子里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后来我爸爸还说 当初就是奶奶 周继过的那个邻居 在分家的时候 就是在土改的时候 是抢我们家 抢的最厉害 抢了很多东西 然后挥霍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后他又 又蹲到墙根里 就是说 他们打土豪分田地 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些人 真正的那些 就是说地主也好 妇奴也好 99%的 都是靠自己的 劳动勤俭来得到的财富 而有很多 有很多人可能是 由于思绪想法 或者是不愿意干活 或者是怎么样 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他们抢完了之后 分完了之后 把家分完了之后 那些人又重新 蹲在那个墙盖里 晒太阳去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文革的时候 会还特别多 我妈妈说 每天都要开会 每天白天要工作 然后晚上要开会 开会呢 家里头没有人 我爸爸被关起来了 然后家里头就 我是小的时候 还抱在怀里的时候 然后就说 抱着我 带着大姐和二姐去开会 每次开会呢 会开到后半夜 然后呢 他后半夜我也睡了 大姐也睡了 二姐也睡了 然后他再回去 一个一个把他们 把我们再抱回家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在 就是我还 后来我还问过 我爸爸 我说 那个就是 大饥荒的时候 有没有人饿死 他说 有 但是 每个地方都会有 只不过就是 也不会有人记录 然后呢 我说你见过吗 他说 我那个时候 他说 那个时候人都饿的 都打晃 然后那个脸都是 那种青绿色的 说他们吃一种土 说最开始是吃 挖野菜 野菜没有了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野菜 什么草根啊 什么树皮啊 最后那些 能够得着的东西 都吃完了 然后他们 他们就会上树上 勾出叶 然后再往上面 去勾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他说有一次 他下乡 因为我爸 那个时候叫 他的职位叫 农业助理 就会在乡下 到处去走 然后看他们种 种田呀 或者技术啊 什么这类的 这管这类的事情 然后他说 有一次他去一个村 然后就看 一个一个妇女 举了他的孩子 那个那个女人 已经饿得很 很瘦了 然后也没有力气 然后举着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大概有个六七岁 七八岁的样子 然后说 坐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够树上面 就别人够不着的 那个鱼茄 然后 然后还没够着呢 那个妈妈 就承受不了 那个重量量 反正都摔在地上 然后爸爸说 他就把他身上的 那个粮票 都掏给他们 都给他们 就是这个样子 在文革还有饥荒 这些自然灾害 等等的灾难中 暴露出来的这些人性和这个冲击 有没有成为您未来作品的动力呢 我倒不是说 就是说什么什么冲击 因为那个时候 文革的时候 应该 就是我还小 或者是刚出生 文革的时候 我还小 所以那个时候 好多东西可能不是太 但是 但是那个 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到等我再 长大了之后 好多东西呢 就是 我在能够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呢 我和 和当初的那种经历 我就认为 好多东西是假的 那我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的东西 我要说真话 我不能 任由虚伪的东西 在我的这个 就是在我的周围出现 尤其 这种思想呢 对我来将来学艺术和艺术创造 是有巨大的影响 就是 我要 我要真实的 我自己的感受 我要说真话 我要真感情 我要真感受 我要呈现我内心的那种 真实的 真实的我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对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影响吧 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 好多具体的事情 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 慢慢 随着慢慢的成长 就周围的那些 气息思想 各个方面 虽然文革 结束了 但是好多东西 还在 只不过表面上结束 但是深层的东西 并没有结束 因为 因为好的东西 我记得好像是80年代的时候 有一段是 比较反思 大家还能说 但后来就 不能说了 我认为 需要反思的东西 一定要反思 如果 不反思的话 这个东西就 等于大家的苦都白受了 所有的东西还在 尤其 尤其是到后来 就发现 我们的思想 虽然年代不同了 我们的那些东西 对我们的思想 有效的是 方方面面的 无所不在 您在成长过程中 有没有任何的信仰 或者在这个经历过程中 有没有给您自己的灵修 带来一些启发 而造成的信仰 信仰呢 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一个东西 就是从我小时候的经历 然后再到长大了的经历 就是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 这个学校教育还是很成功的 我就是 我一直是认为 2000年共产主义 一定会实现的 然后 就是你不能 就是 我们我记得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 第一 就是最开始去了 大家要填一个表 就是其中有一道问题 就是 你 你认为 就是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我觉得当然能实现了 怎么可能不能实现呢 有可能我 去觉第二天早晨 我一睁眼就实现了 我认为 百分之百能实现 不可能不实现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个 然后我的同学呢 因为我们那届呢 都是 就是开始 开始学校开始招生 就是第一届 开始扩招 招的人数就比较多嘛 然后 因为原来 尤其是学艺术 这个学校招生 招的很少 所以就是 有很多 就是社会上积攒了大量的那种 学艺术的人 考不上大学 然后我们那一届呢 就是开始 就是开始 我那个学校呢 就开始建立这个艺术系 然后呢 就是整个全国呢 好像是这个艺术 学艺术呢 这个专业呢 也在扩招 所以说 我的同学呢 基本上 就是都在工作 都是在社会上工作了 有的工作了十来年了 我就是应届毕业生 剩下其他的同学 基本上 就还有一个男生是应届毕业生 剩下全都是在社会上工作过的 所以他们说 他们他们说 我觉得 不会实现 就是我没有信心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太反动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这样想呢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相信 所有的 就是我 被教育的那些 那些东西 也可能那个时候 教信仰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然后呢 长大了之后 然后 会 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然后到社会上 又 见到 见到了很多 然后加上自己的这种经历 我就是 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进学校当老师了 然后当老师之后 我就看学校的这些 老的老师 就是退休的老师 我感觉他们那种状态 我就看 我觉得我就能看到我自己的未来 所以我就一直认为 那个学校不是我的学校 那个地方不是我的地方 我一直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 那个时候 我就是属于一种无知者无畏的那种状态 然后我就去北京了 去北京了 然后把工作 工作死了 也是因为婚姻也不是太 也不是太好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太懂 不太懂婚姻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 结婚也很草率 然后就去北京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脑子是很空的 因为我一直是从一个学校 从家到学校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学校 然后就在另外一个学校 一直都是在学校里 最后毕业了 等他又是在学校 所以我对社会上所有的东西 以及是什么的 什么人生观啊 价值观啊 什么思考啊 都没有 就是在学校那十年 几乎就是等于 我就感觉 后来我的感觉就等于 好像我在冰箱里冻了十年 就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变化 没有成长 然后到 我就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状态下 就把自己扔到了这个整个 扔到了这个江湖之上 现在说是江湖 那个时候还不觉得 觉得自己在学习啊 什么好多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但现实的东西和我脑子里的那些东西 冲突的非常大 所以呢 在这个 出去学习 然后找工作 在工作 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整个是对我人生观 价值观 还有 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洗礼 当然这个过程中 是一个特别特别痛苦的过程 就什么叫凤凰涅槃啊 就像真是像火烧一样 然后又死了又回来 实际上也是在生死 挣扎之后 我也是跟死亡就差那么一线的距离 然后那个 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 那在那个 在遭遇这个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我先天的那些本性上的东西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小时候在大自然嘛 然后我相信 我相信自然的力量 我相信 我相信有些 我相信正面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人生在 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 人生过程当中 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它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就遇到任何事情 你看你是 你是信造物主 你还是 你还是信人 信那些 就是 各种什么现象 如果你信这种 表面的这些 这些现象 给你痛苦 造成痛苦的这些现象的话 你可能就会 变得完事不公 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样 但是如果你相信 这个世界还是美好 我原来我是在那个 那么美好的世界里 那么美好的大自然里来 所以我相信 最终是美好的 那我的选择就是 我相信有美好存在 所以 这可能是我信仰的 从 就是无意识的一种 对我的一种拯救吧 我相信造物主 相信大自然 然后呢 这种 就是这种信仰的这些东西呢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懵懵懂懂的状态 只是一种小时候的经历的 一种本能的反应 或本能的一种选择 我曾经就是跟我一个 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实际上在这个 中国这个社会 来讲 就是女孩子实际上出来 或做什么事 不管是谁吧 女孩子可能是就更困难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女孩 她就是 是 毕业于那个 中央电学院 她是学表演的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姑娘 然后呢 后来呢 她嫁给了一个 她喜欢的人 就没有从事这个专业 然后 生了两个特别棒的孩子 然后过她自己的日子 然后呢 我们也是 她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苦 好多东西 我们俩经历很相似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特别 相像的地方 就是很倔强 然后很有韧性 然后 这种东西 而且相信美好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们两个 去年的时候 见过一次面 然后 我就跟她说 我说 我说 我说我们两个 实际上是 非常非常的 幸运能到现在 然后我说 你 你没有变坏 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选择 我没有选择死亡 或者是 其他的那些东西 我们现在过得都 都很好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至少我们的精神上 是 是很富足的 很开心的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就是 用自己的心去选择 自己要做的事情 后来呢 我 在工作 就是 就是在 来北京之后 后来打工 打工的一个 其中的有一个 公司 就是比较 在全国来说 在中国来说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 时尚的家居公司 在那个公司里面 去 去 去工作 在那就是一个大公司 大概有个 三四千人的这样一个公司 公司很大 然后环节很多 我在那公司呢 就是做 产品经理 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大公司 建立一个小公司 因为我去呢 那个部门没有 我就从 无道友建立这样一个 一个部门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是我 是对我人性的一个 一个挖掘 就是我原来都是那种 害怕别人不开心 害怕别人不高兴 不想让任何人 就是不想让任何人不舒服 就是那种 受气包的那种 那种状态 但是在那个公司 因为那公司主 主张那种狼性竞争了 大家都像狼一样 信也像狼一样 就基本上 因为公司大 环节多 然后竞争的也大 所以说出现问题 他们都会互相推脱 因为公司 是一个私人公司 虽然很大 但是各种 不对交制度啊 什么的 那种家族企业 还是会很健全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对员工来讲 中间的那些问题会很多 所以如果我 我不能够强大起来 或者是我不能够把什么事情弄明白弄清楚 我就是那个最后背锅的人 所以在那种各种打击和挤压的那种状态 我就发挥了我自己的本性 然后呢也锻炼了我 去对事情的处理和判断 怎么去看待这个事 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怎么样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一个规划 从前到后 从左到右 你的思维方式一定要是一个 不是一个线性的 或者是点性的 因为在原来 在之前你在学校受的那种教育 基本上是没有这种教育 你不知道会做事情 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你从一开始到中间到最后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 你用什么的表达方式去表达 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这是没有人去教你的 所有这些呢 都是在这个公司里边 就是一种压榨式的 就像魔鬼一样的那种 那个时候我就是 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每天就感觉像背这个炸药包一样 每天背了一堆炸药包 就是谁要惹我 就拿个炸药包就炸过去 然后说话声音又快又大 之前就是跟我认识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 就是好久没有打电话了 然后他会打电话过来 突然间我说 谁啊 干什么 有事吗 怎么着 然后他说 哎呦 你现在说话怎么跟吵架一样 我说是吗 我真的这样吗 我说是 你现在说话特别冲 像那个像吵架一样 哦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就是这个 自己在在那个里边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后来 呃 因为这个公司不是太 就是这种规章制度啊 什么的不是太 家族企业嘛 嗯 他不成一个体系 所以 随着呃 家族成员的 这个更别 然后 他的这个流程各方面 就都不 比如说你之前定好的东西 他会突然间说这个 作废了 没有用了 那我在那公司五年 建立这个部门 然后所有的流程都都做好了 从几百块钱的那种销售额 到到一千万的销售额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哦 我可以我可以放手 大干一场 我可以就是在发展 就是能做得更好 更大 结果呃 人变了 然后一切都变了 所以我就觉得 呃 就没有 就是很 没有力气再去 再去重新建立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 正好那个时候 我孩子高考 我就 我就辞职了 嗯 实际上 在这个公司 所有的经历 和其他的地方 实际上你不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私企也好 或者什么 什么什么部门也好 你所有的人呢 都是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嗯 这个经历呢 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 虽然在那个一天被 被撞的这个焦头烂了 但是它让我成长 让我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嗯 然后我就辞职了之后就陪孩子 呃 陪孩子高考 嗯 在等到高考的时候 他高考的时候 我就生了一场病 嗯 得了肾癌 然后呢 本来是说要陪他去做 去去去去去高考嘛 因为那个 他是考学艺术的艺术生 然后 要回去考文化课 然后我说陪他三个月 结果在 去 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前呢 就查出了这个病 呃 然后我就只能 委托我妈 我妈那个时候已经 七十八岁了 快八十了 然后让我妈妈去 去 去陪他 然后呢 我在北京这边 把手术给做了 切了一个身 然后大概 呃 算手术一个月嘛 我就是 对他不太放心 因为他 本来是 哎 中国这不就是 一考定中生嘛 然后他 本来原来 特别长将的那个 呃 考中原美院 考设计 他特别长将的 色彩 结果没有发挥好 啊 原来都能八九十分 因为不知道怎么 得了个五十分 所以这一下子 其他的 孩子都发挥的 特别好 这一下呢 他就受的打击 特别大 然后我就 不放心 所以就 在一个月不到 一个月不到的时候 我就去 但是那个时候 我没有告诉 我妈妈呢 我妈妈 我怕她着急 我就说我有事 然后呢 孩子的状态呢 我 然后我就 我看她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 有一天 我就跟她说 我说 我说你知道妈妈 去干什么了吗 她说不知道 我说妈妈病了 我去做了一个手术 我的那个 左肾 切除了 然后她 愣了一下 她说 我说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我 我并不 我并不觉得 它是一个什么 什么事情 我是来什么 就接什么嘛 我说对于你来讲 也是 人生 实际上不是一次考试 就能决定 它是 以后会有很多的事情 每一次呢 我们都要用一个 正常的 进她去面对 来什么 就迎接什么 然后 以后还会有好多事 后来 我就跟她 说了很多 她也没说 她说好 没有什么表现 后来听 她班主任说 她去班主任 打哭了一场 然后就好好学习了 就不再那样 不再那种 那个情绪就 就好了 因为原来 那个时候 考试还考 三百多分 但是那个时候 等最后高考完之后 她提高了一百多分 所以那也算是 一个奇迹吧 所有 所有这些经历呢 对我来说 我觉得 都是因为 我 我对 这个世界的那种 美好的 那个认知 就是都是 这个大自然 造物主 给我的精神 支撑 我总是相信 一切都是好的 我总相信 好的会来 不好的会去 会去掉 然后呢 我要用 我自己的努力 我去承受 那些东西 然后 向我认为的 那个目标 去努力 所以 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 我的信仰 能讲一下 最早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气息下 接受艺术的呢 实际上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出生 或者是就是会 就有记忆的时候 我就喜欢画东西 我觉得我小时候 最爱画的 最爱画的一个东西 那时候 可能也没有什么本啊 笔啊 像现在的这些小孩 拿那个棍 就是 那个 都是土地嘛 会拿个小棍子 或者是 在家里找个什么草纸啊 找一支笔啊 画就是 画一个地面 我认为地面下面 长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 会有各种各样形状的 小精灵啊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认为地下 都是那种 每天就画各种各种 奇奇怪怪的那种东西 然后呢 因为我爸 有那个 有我爸爸的这个基因嘛 所以就是 一直都是喜欢 喜欢画画 我爸爸那个 唯一一次 我觉得哄我的时候 就是他 他说 那个时候 他不想让我睡觉 干什么事 然后他说 来我给你画一个鼓掌的人 我那小的时候 因为还小 不知道鼓掌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看着他画一个 拍巴掌的一个人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都是 我觉得这些 这些东西就是 因为小的时候 看别人画画和这个 这种机会很少嘛 所以这种 就是潜移默画的东西 对我影响很大 我就从小就喜欢 从小就喜欢画画 然后上学的时候 基本上 书啊本啊 尤其是那个书 就没有 就所有在空的地方 全部被画嘛 就没有一个光的地方 全部都是 画成各种小人 都是 就是那样 然后呢 我爸实际上 他信仰的是什么 他就认为 学好数理画 那个时候不是 要学好数理画嘛 那是对什么 他这个 用传统思想 他不认为 他认为这个学艺术 是一个特别没用的东西 但是我妈妈 还是支持我的 所以在我上 上初中的时候 然后就给我找了一个 一个老师 然后我就跟这个老师来学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 也不像现在嘛 各种培训班 基本上 老师教的也很少 都是靠自己 所以说 如果说 学艺术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就是 就是 基础差 基础差的话 就是因为 被培训的实在是很少 那全凭是自己的 那点小聪明 然后经过一些训练 因为我学东西很快 基本上 我就觉得 我真的 那个时候就是 老师画 就是画一遍 我在那看 看一遍 基本上他画完了之后 我在画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脑子里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就是放映机 在放 我就很清楚 很明白 我就会画得很好 所以 考 就是考学 也就是 凭着这机灵劲 然后考上 那 这个 这个艺术经历呢 对我来讲 可能当时是一个 大家觉得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优势 但 但我真正 对我真正学艺术来之后 就真正做艺术 从我2014年之后 就真正做艺术 的时候 我才明白 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我是一个漏网之鱼 我没有经过那种 机械的 严格的 那种训练 没有变成一个机器 所以我在从那里边 往外拖的时候 有可能 会拖的比较快 所以 现在就要说起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 艺术教育 其实没有什么 不要说什么艺术了 只不就是一个艺术产业吧 现在已经完全 成为了一个艺术产业 所有的孩子 他不是为了说 培养你的艺术天分 或艺术能力 而是在培养一个考试的一个机器 他没有按照这种艺术的规律 去教育孩子 而是把就是 用一种技巧 一种模式 然后就是看每个学校考的什么 什么风格 每个学校是有什么特点 每个学校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呢 哪怕是你 你刚学 或者是学的时间不太长 你也能够很快的 按照他的那个模式和技巧 他教给你的那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东西能画出来 而且有的时候还能蒙进去 所以现在有好多的学生 就是美院 我们美院老师讲 美院老师讲 就是 好多孩子就来了之后就不会画画 为什么呀 因为他在考试之前 只是按照这个模式 来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然后碰巧和考试题 是相契合的 然后他就被录取了 然后他到了这个学校之后 他完全不会画 他只会画他那个东西 只会他画他那个图片 而且他不能写声 因为现在写这个 艺术生都是那个 都是画照片嘛 考试 好多现在都变成照片了 所以就是 弄得这孩子们 你上课写声 不能不能写声 他要把这个东西照下来 变成图片 然后他再画 所以说这样的艺术教育 怎么能培养出好的 真正的艺术家呢 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小时候那种 那种无政府 就是没有什么训练 或者是没有什么人管的那种状态 反而是一种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现在动辄就是 这个艺术生每年学费要十几万 简直可怕 十几万就是为了把你训练成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的考试制度是这样的 你只能是按照这个来走 你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 而且现在就是 这种培训 各个地方 从小孩开始 各种各样 就是把小孩那种天性 全部埋没的一种技术的训练 好几个小孩来 就是朋友 就是小孩来找我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所有的技术 或者是所有的方法 所有材料 所有的工具 都是为了培养孩子的 想象力 培养孩子的艺术天性 让他变得自由 让他变得思维 让他变得思维 变得开放 变成就是有艺术的能力 那些东西都是工具 但是呢 现在我们社会上 把这些工具当做了艺术本身 所以说 对我们国家的这个 艺术前景来讲 就包括现在的这些人 就是所谓的 有名的也好 美名的也好 或者是刚毕业的 什么美院 各种院校的也好 如果真是在这种体系下 训练出来的人 我认为 很难和世界接轨 这个艺术是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有自己的面貌 因为这需要一种 一种自由的意识 然后需要真正的 符合艺术规律的这种操作和培养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没有创造力 你只能是一个 你只能是一个工具 然后你只能是去靠配别人 实际上我们当今的这个艺术的现状 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原创 没有原创 所谓的什么 这个那个的 你看 你看看嘛 都是可以追本溯源的 都是很明显的痕迹感 您还记得您的第一件作品吗 第一件作品 是大人的还是小孩的时候 就是作为全职艺术家的时候 您从高职院校毕业以后 开始正式作为艺术家以后 您的第一件作品 您还记得吗 或者您的早期的一部一批的作品 实际上呢 就是像刚才我讲的 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有问题的 如果说作品的话 实际上早期的那些对我来讲 或者是从艺术本身上来讲 也不算一个什么作品 只能是 习作吧 习作也都不算 因为要是说 真正的从艺术角度上来讲呢 艺术肯定不是你看见什么 你看见什么就画什么 一定是一个上上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 就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和动物的感知系统 都是为了求存而演化而来的 就是我为了适应这个世界 我能够生存的 所以说我们的感官系统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表现世界的 表现世界的这种模式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看这个世界 来作为标准的话 那我们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们能够从表面上升到 思维上升到这个表面背后 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我原来的那些作品 最多是一个习作吧 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那我觉得我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呢 应该是在我遇到 2014年遇到我的一个老师之后产生的 因为我的那个老师很棒 她是一个很明白 很清楚 她很理性 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她是在大学当老师 实际上说我老师的 其实跟我年龄是一样大 只不过她的学问 要比我大很多 她在那个学校 她是那个时候是研究生 那个时候考研究生是货真价实的 不像现在 是要各种关系 你没有关系 你根本就上不了 你比如博士也好 研究生也好 你没有这个老师 你没有关系 你是上不了这个研究生的 那个时候是真是凭真才实学 而且那个时候研究生造的也少 我那个老师就是 真是对我 我觉得就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 他就把艺术当成他的 他的那个信仰 是来做 他在学校 他不平之称 他现在还是一个老师 一个初级 但是他的绘画的水平 那绝对 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之所以不平 指称 就是因为你平之称 要写什么论文呀 而且他们学校很奇怪 就是你画画 或者怎么样 这些东西不算 那不算 就是你画画好不可以 你要写要在什么期刊 发什么破论文 然后还要什么核心期刊 然后还要 还要各种什么研究 什么项目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你 你当老师当的好不可以 你画画好 画的好不可以 你只能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是谁来评判呢 只能用那些 那些人来评判 那些人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你要有关系 要么你有钱 去行贿 你要么你有关系 去找关系 所以他认为 这些事情的艺术无关 除了耽误他时间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他不平之称 一直在 一直在这个艺术领域面 就是 真是 真是一个像一个 圣教徒一样 像一个教徒一样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书 他看很多很多书 我之所以后来 在这个思维上有一些 有一些转变 然后对这个看待 就事物的方法 有一个具体明晰的这样一个方向 都是因为受他的影响 就是 就是不管是搞什么嘛 就是如果你是搞艺术的话 你肯定是 一定要是看读书 一定要学大量 要知道大量的这些 看读大量的书 然后 你才能够在你的思维方式上 和你的头脑里 和你的这个 包括你的信仰 包括你的人生观 包括你的价值观 整个这个架构 那你真正的艺术家 一定是在这样一个 结实的架构之下 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有独立自主 有创作精神 有进取精神的一个艺术家 是这样 所以我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应该是在2015年 2015年 我画了一批 那个时候就是 画了一批风景 画了一批风景 然后从那个时候 我开始知道怎么样去看 就是就从绘画的本体 绘画的规律上来 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怎么表现 就是怎么呈现 我内心的这种世界 是这样 从您的作品中 其实能看到 很多中西方不同的元素 在您的作品中交融和结合 我想听一下 您对东西方的很多大师 有哪些追溯和对话的关系吗 实际上这几年 就是通过这几年的探索和研究 其实东西方大师 如果说从大师的角落来讲 因为现在 东方是没有 就是中国 至少中国是没有大师的 我们古代的 我们古代的那个 还是有真正的 就是我们古代的 还是有真正的大师 但是他们遵循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就不管是说 就是乔托也好 什么弗兰西斯卡也好 然后包括 伦巴朗 包括赛尚 包括马提斯 包括比加索 包括近现大的这些大师们 他们所遵循的规律 都是一样的 就是艺术肯定是要有 所有的东西都有规律 艺术也是有规律的 那就是艺术的本体 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就是所有的大师 都是在这个艺术规律之上 在建构他们自己的艺术世界 包括我们古代的 像石涛 像这些艺术家 都是这样的 这些文人画的这些艺术家 就作为媒介来说 您现在的媒介 逐步的由原先的水墨和布面乙烯 都有的这个承载体上面 也慢慢转入到近三年 您好像都是用水墨在作画 水墨宣纸 您刚才也提到的 就是古人的画作在您的作品中 也有一些追溯您和您做的研究 您觉得这个古代和当代水墨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尤其能在深入地聊一下您的自己的作品和这个古代的水墨的关系吗 古代的水墨呢 他们的那种生活社会是一种农业文明的社会 所以说他的那个形式和我现在的形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认为我们遵循的精神是一样的 东方的精神就是一种崇尚自然的一种精神 就是我们人天人合一 人和自然是一部分 是一体的 我们对这个自然不是一种表现 也不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什么 不附着任何情感 而只是说 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我呈现这个世界 我把这个世界通过我来呈现出来 是这种东方的这种精神 那这种呈现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 就是 它是一种表象背后的一种精神 就像那个 我们这个就是老子 还有这个 我们古代的这些像老子 像庄子 然后像佛陀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 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背后 是有一个道的 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 人要去除这个表面 找到这个后面的这种 支撑的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才是 艺术的本质 所以我的这个水墨呢 是东方的精神 然后西方的这种体系 西方的这种架构 那我觉得 对艺术来讲 不应该 不应该有 因为我之前就 五月份有一个展览叫《无界》 实际上这个本心就是讲 这个艺术也好 或是人也好 或整个这个世界也好 我们已经被人为的 分成了各种各样的界限 那也就是佛学所讲的 就是分别心 就是比较心 差别心 那实际上呢 如果要是真正 真正正照到 艺术本体本身来讲 所有的差别 所有的这种 这种界限 都是不应该有的 所以说对于我来讲 就是我画 现在画水墨也好 或者是之前画笔西 有画也好 对我来讲 实际上遵循的 遵循背后的东西是一个 但是呢 我只不过就是画了一个材料而已 那么近两年呢 就是画的水墨比较多 因为水墨这个材料 是我们传统的材料嘛 这个肯定我和古代的画家 都是用的一样的材料 这个传统的水 就是我们这个水墨呢 这种表现力特别强 它有无限种的这种 无限能动的这种 这种需要有待开发的 这种无穷无尽的表现力 而且呢 就是它要求你在 绘画的过程当中 要迅速的 本能的表现你当下的那种 那种感受 因为就是受材料影响嘛 你必须一笔下去 空间 方向 重量 情绪 然后所有的都是在这当下发生 而且你不能像油画 或者是笔漆那样 你能改来改去 它要求你特别精准 要求你的各种情绪 必须调动的精准 然后你才能够把握住 你的画面 而且呢 在这个后画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会体现 体现到就是我们古代的那种 就是那种美学观点 比如说 不动念 什么叫不动念呢 就是我不预设任何东西 我只是 这一笔 下一笔的生发 是根据我上一笔的表现 上一笔 然后呢 我整个画面呢 是从一点开始 所有的画面 它是一个关系 一个不可改变的关系 当我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宣纸嘛 很难控制 可能会和我当初 就是和我在这个意想 我就控制不住了 但是我在控制不住的基础上 再重新生发 根据这个 我在重新生发 我另外的 就是按照这个 再往前生发 所有所有都是一种自然的 一种自然的一种状态 那就就是 就好像是我在这个自然当中 我在种我的一片花园 然后这个花园最后 就种成什么样 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 一种意想不到的一种 一种惊喜 然后最后呈现出我内心 或者是我呈现你的自然的状态 而且呢 就是我们古代的画家 都是有一句话嘛 叫不求人赏 革之自在 就是我画的 我不是 是为了让别人赏识我 或者是为了卖画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 纯净 干净的内心 纯粹地对待你的绘画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画出 你自己 你自己的内心 然后画出你自己的东西 谢谢您的分享 然后在 您的学末化 尤其是在 不管是 这边的灵动性 还有这个命名上 都很深地跟 寄宿到中国的文化 和就像您说的 道德经 佛学 还 这种禅意 都有渊源 可追溯 您可以讲一下 您这个 用单色 就是黑白单色化的 这个契机吗 实际上这个 就刚刚 实际上这个问题 和刚刚那个问题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类似 但是 因为 我使用的是 我们最传统的 这个笔墨 那从最传统的 这个笔和墨 这就要涉及到 中国的这种 这种 审美哲学了 那我们古代的 这个 艺术家 就是认为 这个 我们 所见到的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种假象 因为这也是受到 佛学的影响 还有这个 老子 庄子的这种 哲学思维的 这种影响 就说我们所 我们所 看到的 世界 都是一种表象 那这种表象呢 必须上升到一种 人的一种思维 然后人的一种精神 然后才是 我们做艺术的 一个目的 那 中国古代就是 认为就是说 自然的这种状态 它就是 背后它就是一个 纯粹的 一个纯粹的状态 荡去所有 所有的那些 表面上的什么 那些 那些色彩 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从这个 人性的 人的这种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 我们的感官系统 是一个 求存的感官 所以是 所以那 那 我们感受的 都是有颜色啊 有什么形状啊 什么 各种 各样的 这个光亮啊 什么 但是呢 如果要说 从这个光波背后 和这个 波长 光波波长的 这种科学的角度来看呢 实际上 这个世界是没有色彩的 它是 它是个黑白的 它是一个纯粹的 那 那这就是我们 老祖先 我们祖先的一个智慧 他们真正认识到 这个世界的 本来的样子 就是一个纯粹的 黑白的一个世界 您觉得您的 静悟画和 比如其他大师的 比如像中国有 齐白石也是画静悟 和西方的一些 印象派 像赛尚这些 大师人的静悟画 有哪些 某种程度的 任何联系吗 联系肯定就是 我们遵循的 遵循的 就是绘画的 本身的那种规律吗 就是不可变 不可磨灭 不可变的 这些东西 就是空间 体积 和画面秩序 空间是 我们自在的 就是有空间的 对吧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有空间的 那我们怎么把空间 表现在这个平面上 这空间是不可去掉 不可磨灭的 体积 体积是 生命力 是代表生命力 就是有生命 才会有一切 没有生命 一切都不复存在 这也是不可磨灭的 画面秩序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 所有林林种种 所有的东西 都附着这个大地上 大的东西 一定会控制小的东西 这样呢 在你的画面上 实际上就是 按照这个规则 在你的画面上 构建你自己的世界 那我是这个 我是这种规则 大师也是尊重 这种规则 包括齐白石 也是这种规则 但是在齐白石之后 几乎就没有 就是现代的 就没有人懂了 那如果人没有 不知道规则 不知道这个本体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各种 奇奇怪怪的现象 人们不知道规律 不知道背后的东西 它就会被各种 就是现象 新奇古怪的 各种现象所干扰 它会被各种现象带走 所以说 你要知道什么 就是你知道这个 绘画背后的规律 你就知道 你的画是怎么样 别人的画是怎么样 你要知道 画的好坏 能判定好坏 你才能够知道 你怎么来画画 你才能够把画画好 这是先期条件 您在作画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在作画的状态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因为要把这个 就是体系的这些东西 加到我的身上 然后融到我的血液 融到我的骨子里 实际上这是一个 特别痛苦 而又 辛苦 而又漫长 的一个状态 因为就是你知道了 和你能做到 是一个层次 你能做到 你能做好 是一个层次 你能做好 和你在 无意识当中 融到你的骨子里的 那种自由 又是一个层次 所以我就必须要做大量的探索和绘画 所以说之前呢 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 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挤压式的那种状态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我的画室 现在我给做了保温了 那个时候我的画室很热 大概就是六七 就是北京的七八月份 就已经非常非常热了 然后开空调几乎也不管用 但是那个时候也一直在 一直在画 一边画 然后整个的那个汗 都把那个衣服都湿透了 然后那个汗从脸上流下来 滴到地上 整个的这种 每天从早晨一直到晚上 这样的状态 持续很久很久 包括现在也是 也是在那个 就是虽然比那个时候强度要小一些 但是思索的时间比较长了 就是基本上都是那种状态 然后到后来呢 基本上就是说 那些东西已经融到了我的本能和血液 然后就是我自由创作的一个状态 我在创作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喜欢听一些音乐 比如说爵士啊 就是大提琴啊 然后钢琴啊 就是比较喜欢听那种比较自然 然后比较有厚度的一些个音乐 比较美好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我会在这个音乐的这种状态里 然后把我融入到这个音乐当中 然后再把我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 我不预想什么东西 我不会说我要我要怎样一个画怎么一个 有的时候我会画草图 但是基本上画完草图之后 最后的作品可能跟草图完全都不一样 所有的画面的这种处理都要的 都要根据当时当下生发的这种状况 然后去接下来去决定你下一步去怎么做 因为因为这个画面是一个整体 那么现在实际上很多人还是在画 就是画画是画东西 我就是常说的一句话 我说画画是画关系不是画东西 所以说你这个画画的每 这个会画画面的每一部分 都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 就是一个动了 其他地方都要动 就是一种 我就是画画比较自然 那种状态比较自然 不会起饭 就是很自然 一定要让我特别放松 然后让我忘了自我 让我忘了我自己 我画画是一体 我呢现在就是在呈现自然 呈现我内心的这种世界 您作为艺术家有使命感吗 您觉得 嗯 我也许有吧 我也说不清 因为的的确确就是 进入这个体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周围可以看的东西特别少 就像我那次 我跟我同学说 我说 你真正正正正正正正的 就是进入这个这个本体之后 你就好像 就是原来有一种叫 叫四维画 是三维画 就是你这样一看是一段乱乱糟糟的一些东西 然后当你屏住气 然后凝住神 眼睛 怎样盯着一个地方之后 哎忽然间呢 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一个一个风景 有深度 有什么 你会看的很清楚 你会看得很清楚一个很很好很漂亮的画 你没有看过这个 小时候应该有吧 就有点像那个Mark Roscoe 就是那种一个比较能把人吸进去的一种 对对对对 然后你你不动 然后你眼珠一动 哎你又出来了 然后你不动凝身净气的 然后去看那个东西 哎突然间 乱乱糟糟的一个什么样的表面 哎里面你会看见有空间 然后有人 有动物 然后各种各样特别漂亮的画 我就觉得进入这个本体之后呢 人的那个对绘画的这种感觉就是那样 你忽然间看清楚了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没干什么 他们哪里干的不够 他们在划重其重 他们没有没有情感 他们在在copy别人 他们在他们他们在就是大声的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艺术家 就是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那种那种东西和绘画本身没有关系 而且这个绘画的这种呃这种现状就包括国外也好 包括国内也好 就是很很乱就是很乱的一种现状 所以可能我的那种执着和和和勤奋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像我要做一个我要做一个能把画画好的人我不知道我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不要去出卖我自己我 我的画就像有好多有些画商或者是什么人来找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人要跟我契合要真的懂懂我的画 然后来问我们在一起做这件事而不是说我想让他们帮我卖画就是这种我就想做这种中国人可以的 因为因为你看现代就是近代的这种艺术现代艺术就包括马提斯包括比加索包括樊高他们受东方的这种影响是很大的就是你看他们原来是单点头饰单点头饰就是你有一个城市把你固定在这里 然后你表现这个东西实际上对人本身来讲是对艺术本身来讲是一个限制那我们东方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限制就是王安石的那种学历巴交就是我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我可以让任何东西出现我的画面上我可以站在任何的角度我可以我的画面是一种走路式的我不受一点的限制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卷轴化的这种这种透视的这种特点那实际上不是透视啊就是观察的就是我们卷轴化的这种观察方式走路式的这种这种观察那实际上这种东方的这种东西呢包括唐画包括后来的日本画因为日本画也受中国的唐画影响了实际上就是现代艺术吸收了大量的 东方的东方的元素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艺术成就了毕加索成就了曼皮斯所以说呢呃我觉得呃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艺术哲学或是美学将来应该是世界的一个潮流和趋势呃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 研究和把握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呃呃我们发挥了很多那些我们知道所见所见所知所见全都是一些糟谱 真真正正的东方的智慧是没有就是很少很少很少有人想做因为那个是需要你安安静静沉浸下来闹事闹事里取境关门记深山的这种就是这种精神去专心的去做这件事而不受这个世事的这种喧嚣的这种 分饭你才能够做到 谢谢您的分享和呃非常有远瞻的呃观点呃呃呃您也能聊一下就是题材嘛就有一呃呃两年前您有做过一一批女性的人体和静物的这个题材我不知道呃呃女性在就是您的呃呃作画的思考过程中 是呃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呃以及您觉得这个中国的女性在中国当今社会的状态和未来呃呃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呃呃呃实际上呃呃我并没有特意选择女性因为我就不喜欢画男的我就觉得女的干净我觉着女人干净就像那个火龙猛说的那个那个嘉宝玉说的女人是谁做的男人是女做的我我我 我我总认为如果这个这个社会如果女人能就是能够能够做好或者是能够强强起来她会对这个社会有影响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一个优秀的母亲我我我尤其是我现在也当妈妈了就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对孩子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在我骨子里是本能上我我我我从小好像就很少画男的我我本性里边我就我就觉得只要画人就是女的没有没有男的所以说这个是我本性里边的东西不是我一个特别的选择另外那一批画呢呃呃它的契机是在2018年2018年呃因为 就是就是就是很就是感觉忽然就感觉在一个地方待了太久了好多东西我想就是释放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呃对那个时候是我爸爸2017年又生病了然后我陪我爸爸陪了我一年 基本上是24小时那种所以说也很累然后呢另外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毕业创作所以说又要伺候老人然后又要做我的毕业创作然后那种人的那种状态很疲劳然后呃精神有一点点那种焦虑所以说哎正好那有一个契机和同学一起去去西藏去新疆西藏这样一路呃实际上新疆啊我我我很喜欢 嗯但是我总觉得那一路有一点沉重这个沉重的可能我不用我不用太特别的说吧呃然后呃然后呃到西藏的时候哎呃我就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开心而我觉得西藏这个地方太好了太干净了然后呃我们去的时候嗯 去的时候正好哎到了到了到了拉萨的时候我已经正好高反结束到拉萨然后那天晚上就去呃呃那儿呃大昭寺前面去去磕长头然后我说我要磕99个长头 然后我就在那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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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就感觉 这个好像就像我的妈妈 然后呢中间忽然我把它给忘了 然后我忽然又回来了 就好像我小时候 每天在这个大自然里绷跑 躺着呀站着呀 然后在里边去抓鸟 抓鱼什么的这种状态 然后我突然发现长大了之后 我好像我好像把它给忘了 然后呢我在那个磕长头的时候呢 我又把它给想起来了 我说我的妈妈就感觉好像 我的妈妈我终于 我又见到你了 然后就那种 没有任何 任何什么高兴 不高兴还有什么 然后眼泪就哗哗哗哗的 就一直往外流 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 我就那种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然后还有还有一次呢 就是去那个 拉姆拉措那个山 拉姆拉措山顶 它那个是西藏 在寻找那个 转世灵童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那儿 去那儿它有五千 五千三百高的地方 应该是 就是我登到的那个地方 是五千三百多 然后车停的是五千 五千一百多 那我还要在五千一百多的地方 登两百 两百多米的山 那个时候就是 真是很 很艰难 就是说两百米 两百多米很艰难 那些小孩们 那些小朋友们 几乎都 都要哭了 蹲在地上就不走了 然后大家就互相鼓励 上山的和下山的 就互相的那种鼓励 下山的会把他的氧气瓶啊 或者什么东西 好吃的呀 什么给你 然后上山的就 就就会互相互相鼓励 说的啊 坚持慢慢走 一点点走 走上去 然后还有八十多岁的 那个老太太 就藏族的老太太 七八十岁的 都是从上去又下来 那种 你到那个时候就感觉 忽然间你就觉得 你的灵魂啊 各个方面 就在一个特别特别 干净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不受人间 所有的这些烦扰 当你登到那个 那个山顶的时候 已经排了很多人 大家都默默地 站在那个山顶上 然后看着远方 那一洼湖水 蓝色的 宝蓝色的那种 那种湖水 根据天上有雾 一会儿有雾 一会儿那个露出了 那个天空的那个颜色 根据天的那种变化 然后你站在那里 然后天有的时候呢 一片云过来 这样一洒又又有一点 萌萌雨 就那种 你站在那个地方 就忽然就 就觉得 简直太干净了 简直是 你就眼泪就真的就止不住的 就发发发发的就流下来 就是流下来 而且还会抽气 还不是默默的 就是 就那种 就那种人和自然的 那种最 最本真最原始的那种 那种状态 就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 就是说 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是渺小的 人 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 它是一个无知的一种状态 人要 要 尊重 要敬畏大自然 当你尊重和敬畏它的时候 你是一种 追寻 追寻的状态 而不是一种 洋洋自得的状态 那对你所有的 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的性格 你待人接物的态度 你的艺术创作 都是有影响的 因为你 你觉得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知道东西太多了 你需要去 不断的去寻找 要不断的去寻找 所以人就会变得 很谦逊 人就会变得很平静 人就不会像 现在的那样 这种人就觉得 好像自己无所不能的样子 所以最终呢 我觉得 人要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人的 做人的一种 要有信仰 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真真正正正的人 因为人生下来 其实是一个 是介于动物和人之间的一种东西 不能叫人 也不能叫动物 说他是动物呢 他又和动物不一样 缺少了动物那种灵性 说他是人呢 他还没有做到真正的人 他还认为自己很 很自大 他有很多东西 不知道 但是他 他又 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他自己 所以这个 信仰 就是 让你 就是告诉你 怎么样 变成一个人 一个真真正正的人 然后呢 就是 因为 就是在西藏的 这一 这一个行程 然后那个 那些当地的藏民啊 也都是特别好 就比如说我们在 在那个草原上 走那个自由路 我不知道这个路往哪边走 然后 忽然看着一个藏民 骑着摩托车过来了 然后 我们就会问他路 说他 有好多嘛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草原上 有好多的路 七叉八叉的 你真的不知道 你要走哪一条路 然后我们就问 问他 说啊 我们要去 纳木错 那个路 往哪个方向走啊 然后他就会给你指一条 说那边 那边 那边 然后给我们指过去 但是呢 他 他到那个岔路的时候 他指完他会走 他就骑着摩托走了 但是在 走到他前面 指的那个岔路的过程 那个地方 他会在这等着我们 他会在这等着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 到这个岔路他说啊 在这条岔路你要选择那一条 他就是就是这种 然后他实际上他并不是 他的方向并不是这个地方 他给我们指完路之后 他会朝相反的方向去走 所以就人 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互相信任 然后那种干干净净的那种状态 我是一直 特别 心于这种状态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就应该是这样子 然而人 人如果要是有信仰 就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 整个的这个 这个过程 给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 我希望那种特别干净 特别美好的那种 自然的这种状态 所以回来之后呢 就根据这种状态 我的那种西藏 回来之后的那种心态 那种感觉 那种心境 然后创作了这一批 叫飘香的这一系列的 就是以女性为主的 都是女性 这一系列的这个画作 所以说就是 艺术创作 我那个写的文章也是写 我说 不是你看见了什么 而是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画的是我的感受 谢谢您分享 这么美妙的 和这么灵动的一个经历 我接下来我想 我们可能再回到宏观一点的 您之前也提到中国 现在当代教育 当代艺术教育的一些问题 和造成可能现在当代艺术的一些 每个艺术家都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您能讲一下您的想法 比如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 发生了一些事情 而中国整个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师 像那一批 徐斌 艾未未 张桓这一批 都是在那之前的时间发生的 您觉得这个和整个中国艺术 当代艺术的这个状态有联系吗 中国当代艺术呢 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 这种社会的这种环境 社会的当时的社会现实造成的 因为在八十年代之前的那种封闭 忽然八十年代开放了 就是我们忽然变得 在那种被捆手捆脚的状态 突然被松动了那么一点 所以整个社会呢 从文化到经济到各个方面 全部是一种欢欣鼓舞的那样一种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 从艺术现象上来 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当代艺术 当然那个时候 可能还算还很幼稚 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开始有那些东西嘛 但是那个确实实是反映了 当时的那种社会现实 但是时至今日 这个当代艺术似乎被某种符号给固定化了 然后呢 就缺少了那种探讨的精神 另外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不是一个 可能也不是一个自由创作 或者艺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土壤 所以说现在的所谓当代现象 艺术的一些现象 只不过大家是在做一个噱头 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大家并没有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去 原创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你即使有什么感受的话 可能也会受放映的力量限制 所以说从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来讲 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环境来讲 当代艺术只是 我认为只是被资本绑架的一个工具而已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 自由的土壤的话 中国人是不差 您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这样有一些什么计划呢 就是也很欢迎您能分享一下 下一批您在酝酿的作品和想法 说个实在话 我没有什么计划 我就是我的 我的想法呢就是 一直在按照我的感受 不断的去 掏开或者是去寻找 这个混画背后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是那么广大 然后我们需要 发现 需要我们发现的东西 是那么的多 如果你的生命不终结的话 那你所发现的东西会 永远都不会停止 所以说我不预设我的什么未来 我只是把我当作一个一个活的活的人 然后跟着我的生命的节奏 来呈现我不同时间 然后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感受 因为人这个世界 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 一直在变化当中 所以说我也会变化 我不希望我被某种 我会心醉于某种符号 如果醉于某种符号 就像这个心念图一样 那就成了一个直线 这个艺术生命就终结了 那我要把自己当成一个 有生命的人 然后再不停地探索 不停地探索 我每一个生命阶段 我对这个世界 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和我和这个世界之间的那种 互相的那种呈现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未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我今天在做的 就是我将来会呈现的样子 谢谢您的分享 接下来我想我们可能也到了尾声了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也想邀请您做一个时间胶囊 就是对未来的一个 等于一个信息 您可以讲一段给未来的信息吗 好 我一直说 我跟比我小的小朋友一直在说 我说 如果年轻时候的我 遇到现在的我 我是喜欢他呢 还是讨厌他呢 然后我说我的回答是 我那个时候的我 如果碰见现在的我 我一定会非常喜欢现在的我 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在过几十年 我变得满脸皱纹的时候 我现在的我 我依然喜欢 那个时候满脸皱纹的我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您的故事 谢谢您的时间和您的热情 谢谢您的时间